Hello 今天和大家再聊聊巴菲特 我是巴郡的CEO首席州行長 大家都知道 有古臣之稱的巴菲特 表示他完全不理解AI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日本CNBC在東京接受訪問的時候指出 4月12日 重點大家要知道為什麼東京 他現在迷戀日本股市 所以這個也帶動了為什麼北基道 會對日本軍工股情有獨鍾的情況 很簡單 現在軍工在哪裏最有需求 日本 他又要做多些 又怕人打他 又要改變自衛隊 又增加軍費 這樣又沒有需求 這個辦法一定中了 為什麼去日本 巴菲特叫我去的 所以我就買 不用我買的 我給資訊 我老婆去買就行了 一樣中的 可以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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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然可以 重點還有一件事 我們要隨著巴菲特的年紀 去考慮他的CEO 這樣就抓到什麼叫做股神巴菲特 究竟他的投資心得 現在他又在說這個AI 聽他說什麼 他說 我真的不認識的 但是阿彪基呢 四五個月前來過幾趟的了 他告訴我 我給最新的東西你看看 他可以做些什麼 做一些 presentation 做一些 introduction 等等 那我才知道 check gbt 是什麼 不是名字來的 他收給我看 好了 我那時候說 喂 賣威首歌如果用西班牙文寫出來會是怎樣呢 阿彪基真是搞的 幾秒鐘之間 喂 做了出來 還押韻 所以呢 巴菲特就對 check gdp 是認為 我不懂 不過不知道有沒有用 但是現在我就不投注 但是又有另外一個小趣事 要跟大家分享 巴菲特花了數十年的時間 但跟股東說 科技他不了解 所以避開了 投資科技很多年 但是後來 看到不對路了 看到一隻股 他那隻真的是科技股 但是不是科技股 他認為是什麼呢 喂 每個人都會用 他又開這麼多舖 喂 他那個毛利又這麼厲害 壓到這些代工公司 死下死下 但是紅海都還有錢賺 富士康還可以當 還跟他做R&D 手牽手一起發展新科技 喂 行了 就買蘋果 所以現在巴菲呢 壓住最大的 就是蘋果 但是現在獲利很多了 但是又回頭 他又帶回別人說 科技我是這樣賣的 你不要以為我真的認識 但是說check GDP 有局限性的 嘩 專業 什麼局限性 他不可以 他不知道如何說笑話 他只會讀任何一本書 尤其是法律的條文 他會給你意見的 如果你做這些事情 你可以避免了很多很多時間 省了很多時間 體驗的 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 他會不會投這些 他暫時應該不會投 他這位92歲了 是啊 他不確定先進的科技 是否對這個人類有益 他展示的能力 我認為是神奇的 但是我認為神奇的 究竟會不會讓社會有得著呢 是另外一件事 蘋果就不是很神奇的 但是 他的策略也可以 他曾經讚過 喂 如果蘋果什麼東西都做 連所有的軟件在上面 都是要自己來做 發展不是不夠快了 他就做了一個生態平台 一個生態圈 叫所有的人 在我這個生態圈裡面 你們做吧 我們一起賺錢 不過你做完的事 我要抽一點點水 那麻雀館沒有分別的 那時候的Steve Jobs 是打算開麻雀館的 喂 那邊就抽一下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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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不行啊 當我的麻雀館夠大就可以了 所以他就告訴人 我有多大 每年都搞這個 這個產品發佈會 告訴人 我有什麼新產品 我們未來怎樣 那樣那樣 所以 你不要看到 巴菲特 老下老下 92歲 他思想很清晰的 他當年在書裡說 我為什麼買Coca Cola 他每天都出這麼多 Coca Cola 只是一支 我賺到一千美金 不要緊啊 他每一天在全球 喂 不知道有多少千萬支 所以我買Coca Cola 就是這麼簡單的 這個就是巴菲特 不是老點理的 你可以去看他的書 網上很多去的片 為什麼 可以大家作為參考 Check GDP 他認為有樣子 不過現在不知道對社會 或者人類有沒有貢獻 慢慢看 多謝各位